周总理一生众多秘书,唯有他成就最高,培养了一代主席和总理宋平,回顾近代历史的过往,那些耳熟能详的为新中国成立立下赫赫功勋的开国功勋们大多都早已离我们远去,如今仍然在世的已是屈指可数,在这其中有一位德高望重的革命前辈,他曾是周总理的秘书。 虽说周总理一生秘书,众多但唯有他成就最高,他就是宋平1937年宋平老先生,加入共产党,作为一个曾在北平大学、清华大学出来的高材生,他并没有被分配到战场进行前线工作,而是被分配到延安党校做事。 在此期间,他曾担任中共中央党务研究室秘书,中共中央南方局学习秘书,还有重庆新华日报社编辑部资料室主任等职,其中最受人们所注意的便是作为周总理的政治秘书。 了说起宋平老先生,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便是他和胡锦涛主席的事情。 了新中国成立后,宋平老先生曾长期担任甘肃省省委书记、甘肃省军区第一政委等职,在此任职期间,胡锦涛主席曾在甘肃省担任过建委主任一职,也就是在这段时间,他和宋平老先生开始熟悉宋平老先生十分欣赏胡锦涛文重谦虚处是低调的为人。 于是之后宋平以中共十四大人士安排小组名义,向政治局常委邓小平和陈云提出选拔胡锦涛为新一届政治局常委的建议不仅如此曾在他底,下任职的温家宝总理也颇受宋平先生的赏识,宋平老先生一身清廉洁身字号。 即使是后来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也是如此他心中,时时刻刻想着的是百姓是国家。 如今101岁的宋平老先生,在他百岁受淡之际,很多老部下想为他祝寿,却竟都不知道他生日具体是在哪一天。 因为宋平老先生从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此事,他自己也不想因为自己而铺张浪费。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